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一期中 我们谈到了面对大飞小坚 破空的第一种方法是扁 但是好像白棋如果防守是当 并不是特别严厉 当然黑棋在这还有其他 他很多种的破空方法 再看看第二种 点在这 这个是比较 相对点三路来说 似乎更加的严厉 白棋防守起来也得小心 简单退让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肯的吧 因为黑棋藏了以后 再度过也行 如果外面厚就小坚出来 这个不怕跟你作战 当然了简明镰就是说 度过也是可以 这样黑棋还是有不少的收获 不少的收获 这个白棋不太肯 白棋也不能太用墙 点的时候 白棋如果说用墙要并 来杀给棋 这个肯定是过分的 常用的活棋手段是冲 冲完以后 在二路跳 这个是活棋的常用手机 这个基本上是黑棋 白棋没有办法杀黑棋 如果一旦被黑棋火 这个活脚就活得太大了 这个白棋病 也是比较有点过分的下法 这个不要去在实战中这么进行 这样风险实在太大 那么 白棋正确的下法 白棋是小尖这个 这个是形状的要点 是形状的要点 这时候黑棋倒是有点为难 根据情况 当然说是简单的满足 退一个是可以的 白棋这时候没法反击 这一飞就活了 白棋就糊住 不过这样白棋能够比较饱满的 守住这个脚 和刚才这个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守住这个脚的话 白棋也是完全可以接手 那么你可以去连回来 当然也是有所得 白棋就老老实实沾上 这样白棋整体脚上和外面都变厚了 黑棋虽然爬回来的几个子 但是似乎所得有限 这个一般来说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黑棋不是太满意 不是太满意 白棋沾了以后 黑棋这个地方 就是说 自行其实也变重了 但是这边情况看 如果普通的话 以后被白棋再一打路的话 这个还会变成一块 比较重的固棋 比较重的固棋 所以这样 如果只是这样破空 这个黑棋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 但是呢 黑棋在这 有时候呢 也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 当你选择这样破空的时候 这个对方肩顶的时候呢 你只是退 肯定是不满意的 但是黑棋呢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 能够长的话 这个点呢 就会是可以说的是 非常的严厉 不过这个长呢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呢 也是能够呢 成立 在这边稍微啊 有个别指令帮忙 这个长呢 就是说 还是比较严厉的 现在这个白棋啊 就几乎呢 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这种火 如果你现在去退让的话呢 那这一走啊 这个整个白棋这个形状 就有点这个 就是说有点崩溃啊 你挡的话呢 它又爬啊 这个黑棋器啊 太长了 你还不能搬啊 搬到这个是 直接就冲出来了 那你只能立 那这样这个黑棋的棋 就实在是太长了啊 然后黑棋再冲断啊 这个 这个白棋呢 肯定是 不行的啊 只要是有个别的指令帮忙 虽然你能把它吃掉啊 或者是能把它吃掉 但是 这个外面啊 一旦被啊 黑棋这个拦住啊 如果说有个别有指的话 直接就可以飞住啊 就是说 或者直接走这个 这样的话 由于白棋 我们多次提到过 就是说 你不能去收棋吃 你收棋吃呢 总是吃亏的啊 总是吃亏的 那么呢 这样呢 这个白棋啊 太危险啊 基本上是 凶多吉少啊 收棋吃肯定亏 你就算外面辛辛苦苦 做了两个眼 那也可能呢 是非常的这个损啊 虽然损 因为这块和这块 两块棋都 都没有完全活 是吧 那边活着 以后这边这个 一肩起来 这个又得啊 出现问题 所以这样呢 基本上是白棋啊 是凶多吉少啊 千万不能就是轻易的 使用这样的变化啊 那么白棋呢 就黑棋长的时候啊 白棋就只有虎 只有虎 那么黑棋呢 在一小间 嗯 这样的话 这个脚上呢 基本上可以说啊 就是活了啊 就是活了 这个白棋要想再杀黑棋 就显得太勉强啊 比如说 白棋接一下是可以 黑棋就挡住啊 由于明权有个几段啊 你不能再杀了啊 如果你再去杀的话啊 这样它可以交换几手 这样呢 它直接断啊 这个 由于这里还有叫吃 你还只能吃这个啊 就说如果这个周边 稍微有个别黑子帮忙啊 比如说在这一带都行啊 甚至于在这一带也可以啊 你走这个呢 它就出来 这个脚上吃起来实在是太费劲啊 这里当然可以先交换几下 我就不摆了 就因为这个拐打 你帮点它提还是先手 是吧 两边 一旦活不了 那里面这个收器 就是说收得是非常的累啊 我们还是把它摆上吧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说 摆器啊 基本上呢 也是不行啊 也是不行 那么当黑棋小尖的时候 那么白棋只能说啊 就是说放黑棋呢 做活啊 或者在外面呢 怎么样啊 走 但是黑棋如果能够就这么啊 轻松的活了的话呢 当然收获啊 还是很大啊 收获呢 还是很大 所以说白棋也得非常小心啊 也得非常小心 这个是 嗯 嗯 不能指望着变成这样啊 黑棋白棋都不能指望着变成这样啊 变成这样呢 肯定是白棋满意的结果啊 就是说 你尖这个不能指望着黑棋去退啊 那黑棋退 虽然也能爬回来 但是呢 黑棋也不要这么下啊 一定要考虑到呢 这个变化啊 这个长 长王小尖 这个是让白棋啊 这个要注意的一个变化图啊 这样呢 黑棋才可以说呢 这个点 这个破控的招法比较厉害 如果说这个周边啊 周边这个白棋没有什么借用的话呢 这个白棋单纯的就出现这个图的话呢 应该来说是黑棋啊 可以满意 当然大家看也看得出来 是吧 把这个白棋的吊子杀了 只能采取啊 一些别的啊 或者干脆就是刚才这样退让的方法算啊 让你便宜点算啊 这个是一个啊 那么 在正常情况下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二路点 比这个呢 就是说 要严厉 要严厉 大家说 就是说 不要去点这个啊 这个破控的方法呢 更加的严厉 当然面对这个角 黑棋呢 我们说了 还有许许多多的下法 那么如果说 黑棋在这边 还有指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 还有指的情况下 那么黑棋这个下法呢 就是还有更多啊 甚至于来说 可能不需要这个指啊 有些变化呢 也能成立啊 就是隔得远一点也可以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掏空的变化呢 比较严厉呢 那么就是说 哎 点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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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 可以说是比较这个 厉害的一个下法 啊 厉害的一个下法 白棋啊 啊 想退让压是不行的啊 啊 这个这个黑棋不会不会跑回来 它会接着长啊 啊 那么又跟刚才的一个变化一样啊 黑棋还是什么呢 冲了 跳啊 冲了跳 嗯 这个白棋依然是不太行的 啊 那么 这个压不好啊 如果这个白棋挡 这个其实呢 也是啊 呃 非常的这个 危险啊 非常危险 那么 黑棋可以 这时候呢 可以直接 点进去了 啊 点进去了 有了这两个交换 和直接点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 情况就不一样 因为现在点的话 白棋 你挡这个呢 黑棋就可以直接呢 搬过来 搬过来 这样你 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再去杀它了啊 因为自己明显有个漏洞啊 有个漏洞就是以后这个冲断的 这个味道啊 冲断的味道 这明显有个漏洞啊 如果就是说你去家啊 比如说是想杀它 那它就搬啊 搬完了这一冲啊 这个黑棋气已经非常长了啊 这个当然先立一下也可以 咱是不立就直接断 也可以 这个白棋呢 是比较有点这个要崩溃的状态啊 白棋呢也不能啊也不能断这个啊 断这个呢黑棋就吃掉算了 因为这个断了实在是太损了啊 你虽然可以走这个 这样黑棋等于已经是先手活一块啊 先手活个脚啊 这个白棋肯定是木树呢 损失是很大的 损失是很大的啊 嗯 那么所以说呢 当点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出啊 白棋是不能用强的啊 不能用强的啊 不过白棋呢也防守一下呢也是可以啊 那么白棋就简单的呢 跳一个啊 这个呢 根据情况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黑棋爬回来 那么呢白棋就算了 就算了 嗯 你冲这个呢 白棋也不用怕啊 白棋就是帮助就是啊 这个大概也呢 就是说黑棋拐回来啊 黑棋拐回来 这个白棋没什么好怕啊 那么大概呢 就形成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这样一个变化 拐一下便宜不便宜不好说啊 根据情况吧 嗯 这样呢 嗯 也是应该来说是双方啊 啊 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 因为白棋毕竟 不管说鸭还是胆啊 你总是吃不到这个子啊 那么干脆就防守一下呢 也是 可以呢 嗯 考虑的啊 可以考虑的啊 那么啊 我们给大家呢 一下子介绍了三路点 二路点 二路点 等等啊 一下子就看到了 三种啊 这个破控的方法啊 大家也许呢 有点这个眼花缭乱 其实啊 在这个脚里面的手段 远远不止这些啊 黑棋啊 根据某些情况 还有啊 这个 对这个白脚更严厉的招法 啊 看一下啊 在看更严厉的招法之前啊 这个 我们呢 还要避开一个啊 误区啊 也许有些这个 这个有实力的啊 也许有实力的啊 诶 或许能看到这个传言们的招法 诶 那么这个地方 这种铐 诶 确实 好像在很多形状中 是比较凶的啊 这个招法啊 嗯 这个白棋啊 似乎呢 很难抵达 很难抵达 那么黑棋就长 是吧 黑棋就长 啊 你张当然不行 这都是线手 那么最强的呢 也就是利啊 也就是利 那么 这样呢 啊 白棋呢 嗯 可以根据性黑棋啊 可以根据情况呢 就跳一个啊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样白棋也只能让黑棋呢 啊 活 黑棋 这是可以 如果你搬这个呢 那它就长 是吧 你长呢 它就拐啊 啊 这个由于白棋这样形状呢 嗯 自身不完整 很难对黑棋 继续呢 发动这个 进攻 啊 发动进攻 似乎很严厉 但是实际上呢 嗯 这个在目前这种骑行的情况下 这个呢 嗯 这个招法并不是很厉害的啊 并不是很厉害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白棋啊 有个简单的防守的手段 它就是小肩 哎 这样呢 嗯 靠一个 看上去是凶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 实际效果呢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啊 那么 白棋 煎一个以后 黑棋啊 如果 长这个 那么白棋就渡过 这个 虽然你能先手拐一下 那么白棋就装上啊 这个 但是对这个白脚啊 等于说是完全没有破坏啊 反而把白棋的脚上的 给走结实了啊 自己外面呢 也没什么所得 等于还得花一手棋 捕住啊 这花一手棋在外面得了一点点 显然呢 呃 不值得啊 显然不值得 嗯 嗯 那么 长不便宜的话 那么 那么黑棋就只能立 那么白棋在虎住啊 这个形状呢 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形状呢 有点相似啊 前面我们说到的是 这样啊 啊 点这个它走 你推 是吧 它虎 我们说呢 这样黑棋不满意 是吧 那么这样呢 你 黑棋拐 白棋呢 还是脏啊 少了这两个交换 当然呢 是好了一些 好了一些 但是呢 实际上呢 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啊 太大的区别 你这个地方 由于 有扳 的手段 你这个也是没法呢 跳进去 没有跳进去 没有跳进去 这个棋啊 白棋等于守得呢 还是非常的结实啊 那么这个黑棋呢 其实也没什么所得啊 所得不动 所以这个看上去比较凶的这个靠啊 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并不适宜啊 并不是 那么黑棋啊 还有什么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根据看看 前面说了啊 这个地方 点这个 点这个 都是不错的啊 但如果说啊 在 这里啊 黑棋又出现了一个子的情况下 啊 或者说是没有这个子呢 也可以考虑啊 也可以考虑 但是有这个子的情况下呢 那么黑棋还有啊 更凶的下方啊 那么这个下方呢 大家可以值得 啊 这个 学习一下 或者一定呢 要记住 那么这个下方呢 就是 面对这个脚啊 如果两面逼住的话 拖在这里啊 这个是 就是说是 完全是 不给白棋啊 以退让的机会 甚至于来说啊 就是本来说 点在这 它可以靠在这 点在这 它可以靠在这 点这个呢 它还可以守住 现在是不给你守住的机会 啊 那么这个拖 我可以说的是 非常的这个凶悍啊 非常凶悍啊 我们来看看白棋的这个硬法 无会呢 山山虎住 或者从外面搬啊 凶一点 从外面搬 那么这个黑棋呢 不用怕啊 就 船一个 你不能被我这一搬啊 搬来搬来的话 这一打就出问题了 是吧 比如说你走这个 这个被我一搬完以后 这一叫吃 哎 那这个啊 这个子等于就是说断着白棋啊 这个白棋就太难背了啊 有点难背了 那么你搬完以后啊 如果立 只能立的话呢 不让我搬着一下 那么呢 由于黑棋呢 还可以拖这个 拖这个 那么这个子啊 现在就是表面 看着让白棋啊 很难办 只有搬外面 黑棋退 白棋就装上 黑棋在做活之前 还能非常愉快的顺手 加一下 这个是非常愉快的 嗯 呃 白棋呢 也只有 这样的黑棋在做活 这个明显 空呢 给掏光了啊 外面呢 白棋也 还留下 种种介入 也有这个有个断点 虽然我不能直接断啊 但是我外面以后 哎 再点一点你 你这个也是 很是难受 很是难受 黑棋外面的这个子力啊 哎 都没有受伤啊 这个本来受了点伤 但是 呃 外面子力没有受伤 里面全破了啊 以后还有 留有这个 种种便宜 这个呢 白棋呢 好像是 不能接受似的 是吧 大家觉得呢 这个不好 啊 那么这个 外搬啊 好像不太行 不太行的话呢 那么这个 黑棋啊 白棋就只有呢 从里面搬 里面搬 那么黑棋退 退 嗯 如果你压的话 啊 那么这时候呢 它不是简单的顶回 它是要先搬 把这木树啊 都给便宜掉 啊 你走这个没有用啊 黑棋一打一立呢 就活了 那么你退的话呢 这个脚 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剩无几 再呢 顶一个啊 连通 这样的话 黑棋就是说 和直接点的顶回来相比呢 这几下啊 就白白的呢 又先手便宜到 啊 先手便宜到 这个 白棋也不能退啊 这个黑棋搬了以后呢 再一立 这个局部呢 本身就是个打结了 随时呢 还有这个啊 当然说不打结呢 我就加一下 啊 先爬一个也行 先就这样吧 嗯 做活呢 这个也是啊 可以满意的 这随时马上啊 就要冲断 这个白棋的气啊 还是非常的紧 这样呢 嗯 应该来说 黑棋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满意 啊 非常的满意 那么 尖这个就更不行啊 这个形状呢 是松的啊 这个黑棋搬完了以后 还是呢 可以拖这个 还是可以拖这个 这个 你走完以后 它还是可以架啊 这样 活了 反而白棋呢 还要欠个冲断啊 欠个冲断啊 这个 基本上呢 是 不行啊 基本上是不行 那么 不行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就只有立下来啊 立下来 不让黑棋呢 搬着一下 那这样和点相比呢 黑棋就更加深入的啊 能破掉它的空 主要是现在就可以拐了啊 和这个形状不一样了啊 这样 现在就可以拐 那你虎的时候呢 黑棋就压住 这样白棋呢 没有什么 办法啊 没有什么办法 你搬出来 这个不行 搬出来 黑棋虎呢 基本上是个先手 是吧 你不能这么出来 这么出来 这个头啊 被打进去呢 就太亏了 太亏了 那么只能尝一下 算了 算了呢 那黑棋就沾上啊 那么这样呢 黑棋可以说是 最大限度的破掉了这个 白棋的空 白棋的空 同时呢 还顺便吃掉了一颗纸 而作为这个外围来说呢 依然以后留有啊 这个刺的这个先手啊 刺的这个先手啊 作为里面来讲呢 以后啊 如果挡住的话 挡住的话 注意 局部呢 还留有这个拖的手筋 拖的手筋 这个就是说 白棋不能搬 搬一场是吧 等你走这个的时候 它再一次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时候 心情非常愉快的 黑棋啊 边收光啊 边 破白棋的这个眼味啊 这个呢 可以说呢 应该来说 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 但是 我们也看了一下啊 白棋在这个行棋的过程中呢 也没有什么啊 好的抵抗的手段啊 这个也大概也只能立一个 你不能搬 啊 斑虽然说应急 你是外面能压 或者是 但这个被一打拔啊 这个反而更亏啊 这个就是说 嗯 黑棋已经 活了啊 这个白棋里面呢 还是得补啊 所以在拖的时候啊 白棋这个斑 不好 那么只能几乎啊 就是说只能虎这个 立正啊 形成了呢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结果来说 大家 黑棋 破白棋控啊 应该来说呢 是 非常的 成功啊 非常的成功 这个 呃 就是说呢 这个手段 呃 值得呢 大家 这个 学习啊 值得大家学习 嗯 由于日理变化比较多啊 呃 加上上一期我们还讲了一些变化 就是说呢 我们简单的呢 稍微总结一下啊 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说 面对这样的 嗯 小间啊 那么黑棋这个 点双双 肯定是可以的啊 但是呢 呃 严厉的程度呢 并不高啊 点完不能拖 只能小间啊 只可以破除这个空 这个下法是可以的 但是呢 谈不上呢 有多严厉啊 有多严厉 白棋呢 其实并不惧怕啊 并不惧怕 那么黑棋呢 呃 以后还是找机会 能够先在这边逼住啊 多了个别指以后呢 再对白棋啊 发动这个 这个 进攻啊 脚上再来破白棋的空 破空呢 其主要的严厉一点的手段呢 是集中在二路啊 集中在二路 呃 这个靠 由于白棋可以尖啊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而这个点呢 白棋就挡住啊 你顶呢 他就顶 这样的话 要根据情况 呃 说不定呢 也不是特别严厉 那么黑棋比较厉害的招法呢 是一个是点在这里二路啊 点这个的时候就需要记住啊 当白棋尖的时候不是退的啊 一定呢 一定呢是要往里面敞 往以后呢 再小接 嗯 这样呢 破空才比较严厉啊 退一个不好 还有一种呢 就点这个啊 点这个 这个呢 也是大同小异啊 这个 黑白棋呢 大概防守一个 逼住这个的话呢 那么最严厉的就是这个拖啊 这个呢 下法啊 有种种的下法啊 大家就是仔细的记一下 区别一下啊 这样呢 在实战中呢 以方便呢 这个运用 好的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